人生总是有很多措手不及的事情 是 就像今天也有一个神秘嘉宾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我们来看看一段短片 神秘嘉宾 我们已经认识十几年了 有开心也有难过 开心呢就是跟你一起逛街 一起聊心事 甚至呢晚上睡不着 我们还互相跑到 对方的家里面聊心事 然后一起去面目 我很庆幸 你从每天晚上要坚持负面膜 才肯入睡的 这么爱漂亮的女孩子 能很快的就 就是你的心情跟你的精神 很快的就站立起来 然后依然每天 很有仪式感的生活 你把生活过得很精彩 这是我觉得 看你这样我很欣慰的地方 不要经常感冒 每次听到你感冒的时候 那个咳嗽声 都不上不下的卡在那里 我都很喜欢 叔叔阿姨 就是每天照顾你也很辛苦 也希望她们能健健康康的 然后长命百岁 在接下来的日子呢 都开开心心的每一天 这真闺蜜啊 怎么她的闺蜜 你看了这视频 你也流泪 在她好的时候 我经常去夏蒙 他们两个就在一块生活 我做饭什么 坐下都叫她吃饭 当青女儿那样的 看她 其实她刚才说了一句 很难想象 像你不敷面膜 睡不着的女人 现在还能在这样的生活当中 坚持下去 是吧 越是这样 越对自己有要求 越要在世人面前展现出 我们跨越了困难 你今天的幸福心愿 你们跟这个有关系吗 有 来 你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开一家化妆品的实体店 好 谢谢 来 请回 开化妆品的实体店 这个想法还是来源于 支持我 喜欢我 信任我的粉丝们 他们看到我不能动的双手 就在想 是你老公帮你化的妆吗 然后通过了解才知道 我是用嘴巴 咬开化妆品的盖 用双手夹着化妆品 一点一点锻炼出来的 一开始 我化妆可能需要一整天时间 真的太难 但是这样去拧开它 然后到后面 我慢慢通过练习练习 现在两个时间 可以完成我的妆容 而且画得很精致 那这跟你开实体店 有什么关系 他们说你应该开一个实体店 然后这样的话 你老公又可以照顾你 他也可以去店里面打理 今天老师们的意见 你是真正的 从内心走出来了 而且现在看你的状态 是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 我们梅尔木医院 愿意资助一千元来帮助你 谢谢老师 其实你线上下订单 线下去体验 其实这样可以结合 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好 那么我们五居五宿 也向您捐赠三千元 谢谢老师 建议你可以把自己 做一个戏文品类的市场 自己不用生产 找便宜去做代工 如果说你有想 往品牌方面走的话 我们熊上网 倒是完全可以帮助你 第二个就是给你的儿子 送一套我们的 斯托克的高端富富产品 价值两千元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不建议你去开实体店 但是我建议你去开工作室 如果你去开工作室的话 我这边就是代表 我们陈美国际 素色品牌 愿意扶持你 两千块钱创业基金 我们可以给你 提供我们的产品 等你卖了之后 有一些成绩之后 可以再给我们去结款 这样 就是先可以给你提供货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而且我觉得 她这有一个很好的帮手 妈妈呀 对 妈妈54了 你看这皮肤保持的 对 对不对 这是很好的帮手 我把我的面膜 也送给妈妈用 这也是很多粉丝关注我 他们就说 这些东西 看到你我都勤奋了 特别能激发那些 失恋了 离婚了 遭受打击 正处于生活困境 每天蓬头垢面 不打理自己的女人 你看到你这个 马上来了自信 我也要修饰自己 对 好吧 别都不多说了 创业靠自己 有的时候经验要听别人 好不好 谢谢你们 来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观众 人家可 曾是一名能歌善舞的演员 在花季青春 经历大起大落 她却始终没有放弃 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与追求 反而更加坚韩顽强 希望每个人都能乐观面对所遭受的挫折 秉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